4月5号的活动确定是取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裡顧一個建築 你看到這些你心裡頭 你不會覺得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的署裡面已經有 也針對這個問題 有做一個收證 會來做一個打擊 你們的軟好像麻糬的 你們叫做打擊 這個請委員拭目以待 他們的拭目以待 你們根本就沒有作為 本席非常不滿 從四月底到五月初 我看這個所謂的直播組之亂 這個看到最後 我光我LINE收到的 或者民眾跟我反應的 跟我說這現在是不政府的 我說才會不政府 這尊醫院就一直說的 有政府會做事 他說這下回到 那些直播組在那裡 嗆來嗆去 然後到最後呢 還要必須要有黑道被警察 大哥出來調停 大哥呢 你們警察署 行政警察署你們在做什麼 大哥呢 防疫期間 然後這些直播組在那邊 嗆來嗆去 又大隊 齁 就大家說看要來 怎樣 就還有 又大腳出來敲敲的這樣 我要請問我們那個副署長 這你算 這你算 一四人到那裡 布的一個警察 你看到這些 你心裡頭你不會覺得 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個 互嗆 跟實際發生是不一樣的 但是當我們在網路 搜尋到這些訊息之後 我們署裡面已經有 也針對這個問題 有做一個 收證 會來做一個打擊 你們都好像麻糬的 你們叫做打擊 那個請委員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從四月份到現在 我跟你講 我對我們警政署 我們對我們刑事的警察局 我們這些警察機關 這一次對這些主播組 亂到現在 搞得受備人心活動 你們根本就沒有作為 沒有看到你們強力的作為啊 還沒行動啊 所以說啊 幾天啊 你們還沒有行動 警委員給我們時間嘛 這個也不是說我們今天 沒有道理啦 沒有道理啦 我們一定全力要 要求他們來收證 然後該辦就辦 該處理就處理 好 好 好